尽管受到疫情冲击 不过台日之间交流互助不间断 由日台交流协会能委会主办文化总会 共同协办的台日水果夏季活动 今天在凯达哥兰大道登场 集结了35个摊商 满满台日双方特色水果 还有各种特制水果的冰品 吸引好多人共襄盛举 随着日台交流协会成立迈入50周年 今年也特别用水果的滋味 象征台日友情更甜蜜 日本线上报纸水蜜桃 台湾则端出芒果香蕉还有文旦 放进台日友好篮子中 象征双方友情 像这些水果般甜蜜 颁发表彰状 由农委会日台交流协会 共同主办文总协办的台日水果夏季 20号在凯达哥兰大道登场 集结35个摊商 除了有新鲜的日本葡萄和水蜜桃 还有鲜果冰棒等消暑胜品 受疫情冲击加上去年 中国无预警宣布禁止台湾凤梨输入 农委会除了内销也针对加工加长辅导 更感谢日方热心协助 让台湾凤梨外销日本数字刷新记录 过去50年来我们是第一次 两国一直在国内办理夏季的这个水果 两方面的这个交流 台湾跟日本水果本身是互补的一个作用 让可以消费者的生活能够更充实更美好 日台交流协会成立迈入50周年 今年以水果做交流 来表达好友皆互爱互相之缘之情 江飞流程台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